大家好 今天是5月7号礼拜二 代表葡萄牙的有三个F 那么这几天葡萄牙这个发地马 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盛事 然后这几天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都会看到一群穿着反光背心的人 他们在路上走 他们都是从家乡走路走到发地马 就非常的厉害 这个事情是葡萄牙比较大的事情 也是5月份最大的一个盛点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个礼拜 葡萄牙北部波尔图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个房子里住的十来个移民 就是阿尔吉利亚还是哪里的 反正被葡萄牙人暴力入市殴打 有一个还跳楼了 然后送去波尔图的医院 昨天波尔图的市长非常震怒 然后说来说去说来说去 最后想到来 你这个新的移民局 这个艾满不给力 可能是这个有关 然后就把艾满骂了 说这个机构 是就是上一届 这个葡萄牙政府留下的渣渣 然后浪费钱不办事 这个呢 个人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次转机 就是葡萄牙主流社会 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啊 引起一些讨论或者一些重视 还有你看波尔图市长这么大的一个 葡萄牙政客 引起他的这个关注 那将来啊 可能这个新的移民局还会被改造改造 改回原来的这个SIF 然后把这些数字化能够再推进推进 这个是我们期待能够看到的 就是这几名被打的移民啊 这个真的很冤哦 就无央无故被人打 也不清楚这些葡萄牙这个 这个应该是极右翼哦 这个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被葡萄牙各个部门都谴责了一会 因为葡萄牙这个政府啊 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是有反种族歧视这个委员会的 所以我们在葡萄牙 像在霍航 这么多移民坐在广场上面 因为没有居留嘛 所以非常难找到工作 所以他们只能在广场上慢慢等居留 等到红尼马越也不知道 那上面那个教堂边上 就是移民局边上 那么多帐篷驻扎在那里 那么多人还没有解决 他们可能是因为受到关注 而快点解决了一批人 那也说不定 所以现在葡萄牙移民局这个效率啊 根本就无从说起 就谁闹谁叫 可能会早点给他拘留 那我们也在关注这一方面的信息 那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分享到这里 再见 如果您需要办理海牙认证 葡萄牙宝马街服务中心可以办理